大家好,我是金错刀 在讲之前我先跟大家做个小调研 因为我们的主题是叫移动互联网 我想大家能举手我们在座干移动互联网的有多少 互联网的呢 IT加互联网吗 PC什么的 OK 那我可以认为大部分有不少是非互联网的吗 举一下手 OK 那还有一部分三分之一是火星吗 OK有可能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课 讲的分享的一个呢 也是我长期比较关注的一个叫 乔布斯的五堂微创新必修课 对 它的副题呢 从用户角度发现创新的毕面 我们知道下午比较 大家比较辛苦啊 我们先看个小段子 就是因为 这个是 这里有个比较火的叫乔布斯传 有好事之徒 做了总统计 说乔布斯一共空了157次 平均三也哭一次 其中呢 哭到在地有25次 大哭并尖叫呢 34次啊 我也有买面啊 这种哭啊 42次 就是我想先给大家留小问的小疑问啊 乔布斯为什么那么爱哭 全球一代枭雄 为什么那么爱哭 那我觉得唯一 我觉得可以大家跟你分享的 我觉得是叫微创新的提出者 对 因为刚才老周在前面了 因为坦白来讲 在周鸿一后面做任何的演讲呢 其实比较 这个压力比较大 压力山大 老周讲的东西呢 也大家听见很过瘾啊 那个 那我跟他风格不太一样 就是 当然我诺亚有很多交集 因为我是呢 微创新的这个提出者 老周呢 我把它分为微创新的第二作者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非常感谢老周周鸿一 对 因为很多 就是 他是一个微创新的践行者 而且他的很多产品就是 就是产生了很多 特别大的影响 对 而且他一直在呼吁 对 说一说 来讲 确实是 那个 特别特别有价值 那再说 乔布斯那个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图片 这张图片呢 就是 这是一个 就是 帅哥 肯定 就是 为什么我跟大家分享 这张图片呢 因为我们以前是 做 我做过 不短的时间的媒体 我们经常拍 杂志封面的时候 经常会抱怨 抱怨什么呢 抱怨 抱怨我们的采访 都现在长得不行 对吧 特别我们中国企业家 是吧 假如你们上封面的话 你们可能也会被我们抱怨 因为我们老觉得 为什么我们拍不出 财富的那种照片呢 后来 后来总结了半天 中国人长得不行 是吧 长得太没有棱角 后来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这是福布斯坦财富 国外房拍大片的原物 我们发现 我们错了 并不是中国人长得不行 是我们长得不行 对吧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这个照片 就是 它可能放大一点不太清楚 就是 国外这种照片的 就是西服 鼻挺 背后是靠很多那种小夹子 夹起来 背后有好多小夹子 我们要什么呢 华丽背后 对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产品啊 或者说产品经理 或者这种微创新呢 是我们所有 华丽的背后 对 看起来 貌不起眼 但是 会给你带来质变 那 就是因为我今天想跟大家 微创新呢 虽然我讲微创新 但是 首先我想跟大家讲 大家就说产品经理是什么 是吧 产品经理呢 我们都知道是一个调研者 一个设计者 运营者 也更是产品的第一个用户 是吧 那我们知道 对一个产品经理 其实 因为我知道 在座有不少是创业者 对任何一个创业者呢 创业者首先要有产品经理 首先你自己 首先是一个产品人 要有产品经理 那我们传统上 一般产品经理 一般要做市场调研 是吧 要确定产品功能 是吧 同时呢 他还要负责产品的运营 对 因为今天我们 我们说的是乔布斯的舞汤 微创新必修课 那我们看看乔布斯的答案 对 乔布斯告诉你 这是错的 对 作为一个产品经理 作为一个微创新 忘记调研 你要忘记调研 因为人们 很多时候不知道 他到底想要什么 对 第二 设计 不是就是不是看着 就好看那么简单 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对 运营 这是乔布斯的另外一个名言 就是 不能只搞定用户 而是要让用户掏钱 对 这对我们来讲 特别对移动互联网来讲 这句话 第三句提醒 更加振功发挥 因为我们知道 目前移动互联网 有大多数的东西 APP 很多都是免费的 对 以这种搞定用户 作为第一目标 对 那乔布斯呢 我们知道 乔布斯呢 虽然已经挂掉了 是吧 但是呢 我们知道 乔布斯身上有好多这种 他的符号是不死的 什么叫不死呢 就是 是吧 就是会一直 不管是产品经理 还是IT 还是非IT 会在流传 比如我们说什么呢 硅谷的首席创业总监 是吧 比如商界的贝多芬 比如IT业的拿破仑 是吧 美国最粗暴的老板 他有很多这样的称号 很多中国人呢 也会从乔布斯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 是吧 比如说设计界的 设计界都说 我要学乔布斯的设计 是吧 好多人 比如说演讲 我知道中国不少 不少做企业的演讲 要学乔布斯的演讲 是吧 乔布斯有很多这种 可学习的方法 是吧 而且你们知道吗 乔布斯还有一个称号 就上面写的 乔帮主 是吧 乔帮主 因为乔帮主 是吧 但是大家知道 乔帮主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 永远有一个称号 乔峰 是吧 那个 天空八卜吧 应该是 对 有个乔峰 乔帮主 跟乔峰之间呢 确实有很多共性 是吧 都是那个 一个幼小的时候 被遗弃 是吧 都是呢 要少年得志 是吧 创业一个帮会 创业一个公司 是吧 不管是乔布斯 还是乔峰 都是一个创业丐帮 一个是吧 都是被自己的创业的公司和帮会驱逐 是吧 一样的 当然了 他们都有亡者回归 是吧 不管乔布斯 还是乔峰 最后都有回到 都有拯救丐帮 最重要最重要 他们结局也很类似 是吧 都是迎言早逝 所以好多人说 这个乔峰 是不是乔布斯的穿越版 或者是互想穿越 是吧 确实让我们觉得 还是挺有意思 但是呢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 不是 倒不是想说这个啊 这都不是今天讲的重点 是吧 讲这个呢 是让大家是吧 因为最后一场啊 大家放松一下啊 但是呢 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什么是重点呢 乔布斯呢 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产品经理 对 乔布斯呢 就是在我们的 今天的定义 他是一个最伟大的产品经理 没有之一 只有最 为什么呢 我们会发现 乔布斯 只靠了几宽产品 就颠覆了诺基亚 微软 包括谷歌 他只靠用户体验 成为全球市值王 甚至挑战啊 我们知道 那个美孚石油 因为那是完全靠资源型 是吧 靠地球的资源 成为全球市值的 是吧 但是 乔布斯呢 就靠用户体验 完全是靠用户体验 完全靠市场化的能量 而且 乔布斯 只靠几宽产品 确实是几宽产品 我们大概算一下 趋之可数 是吧 实在算不过来 拿脚趾头 也完全可以算过来 不用借助于其他的工具 你看 他靠 只靠 趋之可数的几宽产品 革命了音乐 革命了PC 革命了手机 革命了移动互联网 因为我们今天是讲 移动互联网的机会 是我们的大主题 那我们一定要看看乔布斯 是吧 地球上最伟大的产品经理 这是 我们对他的 我对他的一个 对我们当下 对中国的一个定义 而且 我们知道 乔布斯的这个 故事并没有结束 是吧 乔布斯这个产品经理 现在正在攻陷天堂 这是乔布斯 死后不久 那个纽约克的一个封面 是吧 你看很有意思 一个天使 因为乔布斯比较喜欢苏格拉底 说这天使长得一件苏格拉底 对 那天使在用iPad 是吧 但是我们想想 我们每个人发生心的想一想 假如真的有 真的有天堂 我们一定能相信 乔布斯 是可以贡献天堂的 是吧 这就是产品经理的牛掰 牛掰所在 现在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 乔布斯为什么那么爱哭 是吧 乔布斯 即便这么伟大 为什么那么爱哭 其实我想说的是 就是 虽然我今天给大家讲产品经理 但是产品经理 还是很苦逼的 对 非常非常苦逼 那乔布斯的苦逼呢 也是产品经理的苦逼史 对 乔布斯的定位 一开始就是一个产品经理的定位 我们举几个很小的例子 1976年的时候 乔布斯刚刚 就苹果有两个创始人 一个是 斯蒂夫·沃森尼亚克 一个是斯蒂夫·乔布斯 两个史蒂夫 对吧 那你们知道吗 这两个史蒂夫是有矛盾的 当然大家都认为 就是他们的矛盾的原因 一个最大的原因呢 是 是乔布斯欺骗了一次 沃森尼亚克 对吧 欺骗了一次 然后这两人就彻底又掰了 我觉得这不是真相 为什么 这两人经常干坏事 什么 恶作剧 这欺骗这种事情 这种五百块钱 每人的欺骗算不上大事 因为他们当时还欺骗全美国呢 那 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原因 是 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是当时创业的时候啊 就是沃森尼亚克 当时是看不起乔布斯的 对 为什麽说呢 这是 乔布斯正面的原话 因为当时两个股权是一样的 当时沃森尼亚克就说 你不配得到这么多 他对乔布斯 你不配得到这么多 这个背景是什么呢 这背景是在 就是1976年那个年代啊 工程师是第一位的 工程师是第一位的 PM呢 工程师打败PM 而且当时确实 乔布斯的公号 当时大家知道 乔布斯的公号是二号 沃森尼亚克的公号是一号 这是公司定的 就当时公司也认为 乔布斯没有那个水那么重要 对 好 乔布斯 这次乔布斯哭了好几次 就光这次乔布斯哭了几次 为什么呢 乔布斯说不行 我就得要 我得要零号 对 事实上 似乎还是二号 那 这是早期 后来到中期呢 1985年的时候 乔布斯被逼 离开苹果的时候 当然有好多原因 比如说因为产品失败 有好多原因 但是我认为 真正真正核心的原因 也是 那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是这个环境的问题 就是营销人 打败PM 大家知道 当时苹果的CEO是 那个 Skowie 是百事过来的 营销高手 是吧 整个公司 这个公众 华尔街什么东西 相信营销人是可以拯救苹果的 PM 靠标吧 PM 玩不转 对 其实我认为这是 乔布斯 当然这次乔布斯哭得更多了 是吧 天天哭 是吧 其实我想说 这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 你工程师打败PM 营销人打败PM 在我们当今的中国 在如火如荼的上演着 在你们在座 在座下面的诸位的身边 如火如荼的上演着 是吧 我们的身边 我们中国到现在为止 是吧 我们知道 产品经理呢 是美国八十年代 才出的 真正出的一个职业 职位 乔布斯呢 你看 他干的本质 其实我觉得 本质就是产品经理 是吧 因为他就是 他的核心就干什么事了 他 乔布斯又不搞销售 不是 又不搞技术 他就是把一个好的技术 把它通俗化 装一个壳子 然后 然后定个价 卖钱 这就是产品经理干的事了 是吧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即便 即便在美国 也会这样 那在中国 这个情况 其实是更严重 是吧 因为今天我刚才看看 在座 其实产品经理 产品经理呢 并不是很多 为什么不多呢 可能你们觉得产品经理 比较苦逼 是吧 但是呢 产品经理不是个职位 我告诉大家 他是一种精神 就是你做什么公司 你一定要 一定要有 就是产品经理 懂产品 懂PM的人伤不起 我又会告诉你 为什么这么说 那1997年 乔布斯 重新回归苹果 对吧 那他背后的意思 我认为是什么呢 我认为就是 在座将他对PM 对产品有感觉的 一定要记住这个时刻 1997年 是PM真正 亡者回归的一个时刻 不仅是对乔布斯 为什么来讲 乔布斯在回到 回到苹果之后 在内部生活机 有名的话 他说 当产品人 不再是推动公司前进 而是营销人 推动公司前进的时候 这个公司 是很危险的 是吧 假如我们这样一看 中国好多公司 都挺危险的 对吧 可以想象吗 中国好多公司 实际上都是 被营销人推动的 被营销推动的 乔布斯这个 产品经理的真相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的核心 核心的理念 他有好的关键层 我认为他的核心 一个最核心 一个真相 就是微创新 乔布斯自己也说过一句话 乔布斯说 以微小方式 改变世界 坦白来讲 我当时做微创新 这部书的时候 《威革命》这部书的时候 第一次又蹦出 微创新的感觉的时候 其实也是受 乔布斯这个影响 因为我们看到乔布斯 你乔布斯怎么定义 乔布斯 乔布斯所有产品 有技术创新的份吗 是吧 都是成熟技术 对 但是乔布斯一直被评为 全球最 最具创新的公司 当时我就一直在反思 是我们的世界错了 还是乔布斯错 是吧 乔布斯本身不创新的 后来发现 其实我们的世界 可能有时候看问题 是有问题的 对 就是我们过去 他还看着技术创新 他还看着这种 所谓的大创新 对 你看乔布斯的很多创新 都是这种 以微小方式 乔布斯自己说 以微小方式 所以微创新 这是乔布斯的一个 我认为是乔布斯 所有理念中 一个最 最最内核 最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对 而且事实证明 对 他靠着这一 这种理念 是吧 早期 其实经历过失败 但是最近十几年来 就屡战个月 微创新之王 乔布斯 对 这是 这不是我自己的风呢 这是我们 一个共识 这此前我们 做了一个对话 大家知道 上面这几个人 是吧 一个是 朱鸿一 今天也 做了演讲 是吧 另外是 李开福林老师 也是这次活动的合作方 这两个人 也是 都认为 乔布斯确实 微创新之王 对 而且这两位呢 都是 也是微创新的 强烈的 强悍的 这个 拥护者和践行者 把乔布斯 微创新翻译 中国语言呢 说的简单 你啊 开点玩笑 光大是不行的 这想和你深发展 就是我们 做产品 做任何事情 光大 就是不是银行啊 就是 直往大一想 是吧 光想大呢 是不行的 要往深了想 要往小了想 就一个例子啊 微创新 就是 大家知道 中国的网络游戏 已经是一个 非常独特的 一个产业链 而且是一个 非常强大的产业链 那 每年可能有 几百亿的 已经 几百亿的输入 而且你们知道 中国的网络游戏 跟全球的 都是 完全不一样的模式 因为中国有倒摆 大家明白吗 中国有倒摆 国外的 网络游戏一般采取的是 就是点卡的模式嘛 玩游戏付费 中国是不行的 对吧 中国人喜欢免费 说中国的网络游戏 合一模式叫什么呢 叫游戏免费 道具收费 大家都知道啊 在座可能也有做网络游戏的 那我告诉你 这种模式的 最早的最早的 起源点 就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点 因为 微小的点 叫开宝箱 我很难找到 我一直想找到 最大的 开发者 开宝箱功能呢 是哪个公司 是哪个产品经理 对吧 我想可能 也许不是 完美时空 就是网络 很难讲 我这话 也没找着 为什么意思呢 开宝箱呢 是中国 早期免费网络游戏 特别小型网络游戏 是一个收费模式 就像开个宝箱 你可以拿个道具 特别喜欢的东西 但是开宝箱的时候 你好 你要花钱买 对 但是 开宝箱 开宝箱很火的 对 后来被封杀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涉嫌赌博 但是 我告诉你 这一个微创新 这一个微小的点 对 被中国 恩夺产品经理 前赴后继的升级 不但在升级 就升级 就变成我们今天 我们中国网游的核心模式 就是 叫什么 游戏免费 道具收费 本质是一样的 本质是一样的 兄弟们 你说它本质有什么区别吗 对 但是 就是 但是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是 变成这种伤害模式之后 是吧 你看 政府也 政府也接受 是吧 用户本人用户比较喜欢 对吧 开发商 制作者 也很赚钱 对吧 所以说来讲 为什么说 我们说 懂产品经约的人 懂产品经约的人 伤不起呢 这个就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微小的方式 开宝箱 一个开宝箱 引发的血案 不能叫血案了 就引发的一个 巨大的一个 革命性的一个浪潮跟机会 假如在座 我不知道在座 有没有做网页游戏的 我在 有 是吧 我认为 网页游戏 将是下一波 更加革命性的能量 网页游戏 它的能量 远远没有被激发 为什么 因为网页游戏的背后 有移动互联网 网页游戏的核心模式 就是这个 就是 所有的这个模式 就是赚钱的模式 就是开宝箱 开宝箱 而且我告诉你 在座 下面有一个 做网页游戏 开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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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做的非常有意思 宝箱 一定会再放一个宝箱 是吧 就是等你比如30级的时候 再开启 就 它对用户的把握 非常非常深刻 开心网 开心网是另外一个 传奇 是吧 当然现在 它遇到很大的问题 但是 我们看到 开心网的早期 我们会发现 开心网一度 一年超15亿 PV 意味着什么意思呢 几乎 中国每一个人 都上了一次开心网 对 开心网早期 一个微创新是什么呢 就是偷菜 贩卖 农历 是吧 我们很难想象 这样一个东西 会引发出这么大一个 一个冲击波 当然了 现在开心 遇到挫折 但是它遇到挫折 为什么遇到挫折呢 实际上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微创新不足 缺乏可持续的微创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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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